目前正值中美关系走向的敏感时期 也是世界变革的关键时刻 而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一大关键点 就是削弱美国霸权 特别是美元霸权 没想到的是 东盟非但不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反而在加速推动区域本币结算 以去美元化 这等于是在背后向美国捅刀子 当今世界 已经被美国定义为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时代 尽管中国强烈反对 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但是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目的 却也是重构世界秩序 中国要重构的世界秩序 自然就是一个消除美国霸权的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 去美国霸权 特别是去美元霸权 就是重中之重 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 其霸权战略的最大挑战者 近来美方报告更是把中国 视为比冷战时期还严峻的挑战 打压遏制中国 自然也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 为了赢得与中国的所谓大国竞争 美国强推印太战略 一方面是控制印太为己用 另一方面是借机孤立打压中国 而要推动印太战略 除了日韩之外就是印度与东盟 把东盟拉进反华战队 也就等于是在印太孤立了中国 因此 拜登这几年一直在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 拉东盟入活 在受到了东盟的拒绝之后 就鼓动菲律宾在南海挑事 企图通过恶化南海局势的方式 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同时也是对东盟的间接威胁警告 不入伙就扰乱局势 尽管东盟国家对中国复兴强大 有一些忧虑 可依然还是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重要的是 从与中国的合作中 获取了巨大的发展利益 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 命运共同体的程度 也实际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表面上东盟目前是脚踩中美两只船 实际上已经是基本上选择了中国 东盟很清楚 美国拉拢自己 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霸权 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在南海挑事 不但严重破坏区域稳定 更会严重伤害到东盟的发展利益 美国动不动 就以美国国家安全或价值观的名义 滥用经济制裁 动不动就滥用美元霸权 割世界的韭菜 特别 既然把俄罗斯提出了 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支付体系 这令全世界都恐惧和警惕 而打压遏制中国 既违反了世贸规则 同时也严重伤害到全球供应链 供应链的严重碎片化 则增加了各国各地区去美元化的迫切性 也就有了今天不断兴起的去美元化浪潮 美元霸权可以说是美国霸权的基石 没有了美元霸权 美国经济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强劲的优势 美国也就没有钱到处干预搅局了 就更不可能通过操纵汇率来掠夺世界财富 正因为如此 去美元化不仅是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需要 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必须 中国是受到美国制裁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 美国推动脱钩锻炼战略以来 国际清算去美元化就成为当务之急 当然 人民币国际化也好 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也罢 这也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贡献力 不断增强的必然趋势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 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 明显不相沉 不仅对中国有影响 对于中国合作的国家也有影响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并不必然是国际上去美元化的过程 不过也只有中国能够顶住美国经济霸权的破坏与冲击 也只有中国才能极大削弱美元割韭菜的能力 金砖国家早就开始在酝酿框架内本币结算 甚至于下个月很有可能直接就推出新的绕开美元和国际支付系统的新支付系统 就算这一次无法推出 但推出也是早晚的事 这一支付系统的推出将极大削弱美元霸权 同时也将极大削弱美国的制裁霸权 更有可能成为推动国际去美元化大潮的东风 重要的是这会引发极大的连锁反应 金砖外国家要么使用这一系统 要么就积极建立自己的区域本币结算系统 既可以抵御美元收割 也可以避免美国的制裁威胁 更可以推动区域合作 以增强区域稳定和对外影响力 中国早已经与一众国家开始了本币结算 这让世界各国各地区受到极大的启发 不仅是削弱美国霸权的事 还是应对供应链碎片化 或者说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 因此东盟不仅早就与中国进行了本币结算的磋商 同时也在推动东盟内部本币结算 在去年 先是东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 于8月批准建立东盟范围内的本币交易框架 再是印度尼西亚9月宣布 正式成立本币交易国家特别工作组 之后 马来西亚又提出增加本币结算的倡议 为了加速推动本币结算 也是为了积极应对可能的意外事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等国 已经早就启动了人民币结算的程序 而就在不久前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也宣布建立了本币结算合作 由此可见 东盟内部本币结算的建立也是在加速推进 这一次东盟九国建立本币结算机制之说 也就绝非空穴来风了 在金庄国家积极配合将推出新支付系统之际 东盟九国本币结算的消息也不进而走 这等于是一个在正面挥刀 一个在背后捅刀子 要知道 东盟可是美国重点的拉拢对象 可以说是印太战略上最重要的支点 为了拉拢东盟入伙 美国一边大肆强调 基于价值观的自由民主 一边大力吹嘘 基于规则的秩序和保护盟友国家的利益的承诺 一边还画大饼式的加大投入的承诺 一边以鼓动菲律宾挑衅的方式进入东亚 还一边忽悠北约进入印太 这个事造得很大 机构唬人也有较强的诱惑力 可是东盟国家也不是傻子 也知道与中国使得获利更实在 也知道美国把人家当傻子 当炮灰的逻辑心理 东盟与中国的大规模经贸往来 成为推进人民币结算的重要基础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不久前曾经指出 中国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而东盟也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亚洲有如此体谅的经贸规模 完全可以使用亚洲本地的货币进行结算 无需受制于现有的欧美结算体系 事实上 东盟已经在使用本币结算 只是尚未实现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系统 而是通过本币互换协议来实现的 截止2022年 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签署的 本币互换协议额度近2万亿元人民币 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1135亿美元总额 因此讨论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 成为东盟的重点 世界变革在加速 中国实力在全面强势崛起 而美国的困境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做出来的选择题 其实对于东盟来说 即使推出本币结算 也是有效应对中国强势复兴的措施 也可以避免人民币强势崛起 所带来的隐忧或恐惧 这是中国完全能够理解的 当然也会积极支持 只要有利于削弱美元霸权即可 而这也正是东盟的借口 总之 在金砖国家推出绕开美国控制的 新支付系统的敏感时刻 东盟九国欲推出本币结算机制 这对美国来说真的是前后夹击 在中美关系走向不定的最敏感时刻 在美国急需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时刻 显然东盟没把美国当自己人 这一消息无疑是在美国背后捅刀子 拜登政府虽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但不愿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 也拿不出多少实际的项目来帮助东盟国家发展经济 如果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再次当选 他大概率会退出印太经济框架 就像当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 菲律宾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导致中国对非投资锐减 未来还将遭受美国的抛弃 反观马来西亚 印尼和老挝等国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 获得了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投资项目 经济发展获得了动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